驻车的这个地方极为特殊,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生态扶贫移民集中区,名下的红四埔,主要承接的是西海固地区的百姓,西海固这个地方大家了解它可能是通过山海情内部联系剧,之前的邮寄视频当中也曾经去过西海固地区,它被联合国评为世界上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 如今这里红四埔,已经成为那里百姓的新的家园之一,咱们出去看一下啊 报告牧养许邮寄的第三季,自家大西北的第十一天了,车呢就停在了这叫做宁夏 移民博物馆的厅上里边,三号的驻车地啊,博物馆前边一个小区正在做外立面啊 能想象到这么一处地方在二十多年之前还是一片荒芜了吗 一九九八年正式开工建设,九八年二三年二十五年啊,不过一座城市拔地而起 再次见证了中国的基建水平,同时也是各种资源的整合效率吧 二十多年不足以特别明晰的看到这件事情的结果 至于他最后的情况会怎么样,就等后人去评说吧 移民博物馆 走,咱们先去看 这中午不休息吧 就是说是 不休息 早上九点,我下午点 你拿着 好,帅公省一边 谢谢 比方 lugares neat 进来以后先是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移民路线图 咱们先看一下这个啊,成色部分,大家应该比较清楚 下南洋嘛 清代的时候 闽月这些居民 咱们去到广东 开平碉楼的时候 很多的碉楼 都是华侨归来的时候建的 上面 有一个词叫做 胡广田四川 其实说的应该就是这次签名 湖北 湖南 江西 广东一带居民 前往到四川 明末清初 几千万人 所以四川现在很多的祖籍 都是来源于这一带 这块 中原迁到江浙户一带 基本上是那些战乱 安史之乱 靖康之耻 迁过来的 上边 你看那黄县 这山西往北 内蒙古 这走西口 这县往东北 山东 河南之类的 东北 闯关东 东北这一块 很多的居民 其实祖籍是源于这几个地方的 走 继续 还是挺安静的 博物馆里边 没几个人 整个这个城市 其实我看 地方非常的大 然后承载力 现在是有二十几万人吧 实际上它是有一个 上百万人的一个承载力的 这一层主要讲述的是 宁夏的变迁历史 咱们就不具体的来讲了 因为它地处边塞 这一路走过来 还是十分曲折的 宋辽金夏时期 这个时期 对于中国来讲 也是从纷乱 到统一的这么一个时代了 在这个时代当中 西夏是十分亮眼的 也是十分神秘的 西夏亡灵这个章节 之前也是去过这个亡灵的 非常的壮观 就在银川不远的一个地方 其实现在宁夏这个称谓 也是取自西夏安宁之意 最后西夏是被承基斯案所灭 咱们重点看看 移民的一些背景 一些内容 这几张照片 就是现在咱们脚下 红四浦地区 以前的一个样子 而其实在明代的时候 刚才看街上 是有一座 红四浦古城存在的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 也被淹没其中了 这上有这些土包之类的 以前的西海部 也就是现在 红四浦的原基地 上面写着 国际金融组织 称其为世界级贫困地 在上任世纪 八十年代 二百三十多万人 百分之八十的人 还解决不了温饱了 这距离咱们 并不长 几十年而已 这是建设移民当中的红四浦 你说它以前那么那么的荒芜 现在怎么就郁匆匆了呢 其实红四浦这个地儿啊 距离黄河并不远 几十公里 但是它地是高 高出了几百米 所以水过不来 之所以能变成现在这样 就得得于这一二三六工程 也就是洋黄灌溉工程 这是黄河水 因为这块西部嘛 不缺电力 通过电脑 把这个黄河水 一步步地升高 升高到这一区 灌溉 有了水 也就是一封山水 养一封人嘛 因为看了山海情这部剧 所以知道了西海固这个地方 可能是因为里边的情节 所以在二十一年的时候 去了西极海园和固园 包括敏宁镇啊 去到了那里 又想去看看 他们那边的移民区 也就是红四浦这个地方 现在西海固地区这个情节 也算是了结了啊 今天继续出发西北之行 我们是前天晚上到的这儿 飞儿过来 给大家打成招呼 昨天溜达了一天 并没有拍视频啊 走吧 小飞儿快走啦 你之前是不是没见过呀 黄河啊 现在是在黄河的西啊 刚才是从那座大桥过来的 叫做三滩黄河大桥 已经到甘肃地区了啊 虽然之前房车旅行 好像经过很多次黄河吧 但是带着小飞仔 我印象不太深了啊 这边的黄河水 还是比较急的 而且水量很大 哇 主不呀 黄河的水宽不宽 你掉进去 会不会被淹死 花 又到黄河了 这个画面好有感觉啊 它叫做米滩黄河大桥 对岸就是静远线的县城了 我车呢 停在这一岸 这路边有个停车场 我去 这桥还晃晃悠悠的 颤颤巍巍的 哇 这是一座钢索斜拉的 大桥 你们猜不到它的建设的年代啊 2000年建的 好近代啊 当然它上下游 会有那种车辆行驶的 这种比较大型的桥梁 现在已经是七点多了 一会再往这一侧走一走 今天走了一百多公里了 哇 走在这个桥上 它跟那个 就是咱们在游乐园玩的 那个泵 那种桥 游乐园里边那个桥 跳来跳去的 那感觉一模一样啊 但是下边就是黄河 走在上面还是有些 感觉的 米滩黄河大桥 什么时候来静远 现在可以感受一下 我知道 没有下次再见吧 归途的风 已知光 别害怕 走过那场夜吧 世界会在你 朝下